Hey what's going on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the channel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大文 欢迎来到第二期的一分钟Logic Tips Let's get straight into it OK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世界上最简单的做谷的方法 让我们进入Logic OK大家看到我刚刚好新建了一个工程的文件 然后呢这个在我们建轨的时候呢 我们不用建software instrument或者是audio 我们直接走去Drummers 然后呢我们简单选一个类型吧 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选一个R&B OK然后我们新建这一轨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Logic已经自动的帮我们生成了一段 OK那我们觉得这个OK我不太喜欢 我们可以在这里加一下速度 我觉得我们来个old school yeah ok这个不错我们把它变得小一点 然后呢我们再加一段 OK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Logic已经自动的帮我们生成了一段谷 当然这个大家有可能都已经知道了 但是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如何去编辑Logic自动生成的这段谷 那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再加一轨 这次呢我们就选一个正常的一个谷的音色 Electronic Brom Kids 我们选一个BoomBad 大家check this out 我们可以把我们刚才AI帮我们生成的这一轨呢直接放到我们新建的这个谷的轨上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的音符呢都已经帮我们转成了这个MIDI的这个内容 然后只要它变成了MIDI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任何的一个谷的音色上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放到我们新建的这个谷的音色 现在呢跟它刚刚自动生成的那一轨的音色是不一样的 在之前 所以如果我们想对它做一些编辑呢我们可以自动自由的发挥一下 然后这个我可以把它变成snare 然后呢这样我们可以甚至可以把它copy一下变成加一些不一样的音声音 Yeah Alright所以以上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决定有帮助的话不要忘了点赞收藏和分享 如果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评论区或者是弹幕上留言 我在日后呢会做更多有关音乐制作的内容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关注 And as always 我是大文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by bwd6